好 來第一場比賽開始 在我們128強的賽程上 第一場是由我們的優格 要對上日本的充足選手 日本重亡 第一場地圖是來到雅克桑德港 右下角 無限中方向是紅色的充足選手 我們日本重亡 左上角呢就是藍色的 我們的台灣選手優格 我問你一件事,你有換麥嗎? 蛤?換麥? 你有換麥嗎?為什麼聽起來聲音? 怪怪的嗎? 不是怪怪的,就是跟平常聽的 真的假的 那你先講,我從上來講 突然覺得有一種 很渾厚的感覺 你說跟昨天一樣嗎? 我是不知道跟昨天有沒有一樣 但是就是 跟我平常習慣的聲音不太一樣 好,那你先講 我設定一下 可以可以 好,這邊兩邊這場 哦 有好一點嗎? 哦 你等一下哦,我幫你設定一下聲音 喔 昨天這樣 今天又這樣 到底是怎樣 唉唷 日本超王要打一防狗 可是他的進化是下慢了 不是第一時間配合那個 剛好150W的時候 他有慢一點 稍微慢一點 哇 這聲音好舒服喔 剛剛那個聲音真的 阿你怎麼沒有賽前就跟我說 一開始好像正常 然後是後面 剛剛開起來的時候 越聽越奇怪 你知道嗎 是喔 好吧 怪怪的 應該又是被我們家 被我們家貓把那線材捨去 欸這個上去上去上去 對對對 喔 那這邊優格基本上 應該是偵查到啦 這邊看到一防 喔 一防狗 理論上在那個 四分鐘之前 都可以先開心的刷牢 而且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日本超王剛剛忘記了那狗書 他現在才 現在是可以的嗎 當然是不太行啦 因為這個趕時間的喔 這個趕那個狗書 跟一防狗 狗書還可以忘喔 真的是 因為這個流程 平常不太會長這個樣子 欸為什麼他已經賭口了阿 為什麼阿 他憑什麼賭口了阿 他憑什麼賭口了阿 對啊 為什麼阿 他憑什麼賭口 因為他根本 他剛剛第一時間還沒看到優格爆狗阿 他就已經賭了耶 為什麼阿 欸 優格什麼都還沒有開始做他就賭口 那優格會不會覺得 阿你怎麼 對啊 阿你怎麼會賭口 因為不是一防狗門口就不會長這個樣子阿 好扯喔 為什麼阿 好扯喔 來這邊優格可以來衝一波了 優格直接撞進去 直接用狗狗狗 有機會阿 欸 去哪裡 狗狗狗狗 狗狗狗狗 拜託你 為什麼用狗狗狗狗 好吧 還不行了 他可能不知道那邊後面卡了一個手牌有沒有 好啦 狗也是夠啦 只是後面建築球堵起來了 對 好 這邊 上面穿進去了 來來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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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要大陣阿 欸 有有有抓到一顆 還可以 還可以還可以 繼續往前衝 啊 再往前衝 可以阿 後面的狗要繼續接上 後面的狗 要往裡面 不要在那邊咬 哇 有點尷尬 還在咬蟑螂 可以阿 後面的狗要接上去喔 後面的狗 灌進來 來還是可以阿 這看起來應該是 是 挺OK的 突發蟲往那個空去 裡面衝 對 哇 這邊 一波大的 來來來來 唉呀 很可惜 哇 後面還有狗 可是 後面的狗感覺 有點鬧不拍到的東西 第一波 沒有撞起來 不對不對 再包再包 狗進去 狗再進去 狗再進去 哈哈哈哈 還沒有水錢 可以可以狗很多 來來 毒暴蟲在跟著 來來 毒暴蟲在跟著 還是差一點沒有 炸到 不過沒關係 狗還是很多 來 回去往上轉 毒暴再繼續變 毒暴再變個一兩顆 繼續咬喔 把二況的 蟑螂全盃咬掉 後面還要 喔後面優格這邊是 選擇補農 沒關係這一波先灌進去 這一波可以灌進去 來來來 再把這三隻部隊給包掉喔 把這個斜坡口的地方包掉 來 獨暴蟲往上鑽吧 不要再... 來來 鑽鑽鑽鑽鑽 往上鑽鑽鑽鑽 來來 進去進去 就是他的農民 我已經鎖定你了 來來來 再一波再一波 一下 兩下三位死 炸得漂亮 兩顆獨暴蟲最後是見了大功喔 直接把日本蟲王的所有農民給炸爛了 順利的拿下第一分 我們先是1比0 他怎麼1比0馬上下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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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會讀取不到 也不是讀取不到啦 就是 有時候儀錶板看起來是有聲音 但出去就沒有了 不知道為什麼 幫我們再注意一下 我自己看不到 為什麼啊 我在 我在看剛剛 因為現在 我們那個3分鐘 3分鐘的延遲剛好到這邊 然後 不對啊 這日本從什麼都沒看到 他就讀好了 到底是 冥冥之中 心電感應 感覺到了什麼 太遲了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太了解 他的狗了 他的狗視野有200碼這樣 正常的一房狗不會 長這個樣子 再怎樣都不會長 他在前期很早就 讀口了嘛 然後 而且 他很奇怪的是 不過他蟑螂是看到那些狗 要衝進來的時候才暗的嘛 對不對 他不進來 可是 可是他讀口很快就讀了耶 喔 我 我 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 你就這樣做他神醫師吧 就 就看 就看不太懂 呵呵 啊 我是清掌是不是 是 等一下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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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這一場我打完 剛的 怎樣 他如果這一場打完他一定會 你會覺得問號嗎 我 不要說太問號啦 我上帝 哈哈 哈哈 反正是沒看懂 真的沒看懂 沒關係 第二場比賽 開始了 地圖是來到了 藍儀 好 藍儀 左下角是 7點中方向 紅色的 日本叢光 右上角是 藍色的 我們台灣選手 優格 目前是由優格 1比0 在這個128強賽事上面 三戰兩勝 取得一個聽牌 賽末點 希望台灣選手 在今天的比賽上 都能獲得比較好的成績 畢竟是 今天是 整個系列賽 資格賽 最後的一次機會 就是群魔 群魔亂舞的時候 沒錯 就是 強的人其實都已經晉級了 真正有實力的人 剩下的 都是一些 長得比較奇怪一點的人 剩下的就是 實力沒有那麼頂尖 但是還是有一點實力的人 他們就欠缺一個機會 好好的 對對對 好好的表現他們自己 阿這兩輩是怎樣 心靈相通就對了 都做一樣的事情喔 都做 真的是都做一樣的事情 阿不過 優格這邊 他的 早一點點 早5秒 好吧 沒關係 這個心靈相通 還不是最可怕 我 欸 我禮拜六播了一場 才是最可怕的 那個從頭到尾都做一樣的事情 這兩個從組 他到20分鐘還是做一樣的事情 不知道有多恐怖 我跟你講 這個 這個 這個日本仇王一定很 一定怎樣 他一定很少放171 因為 他 好像整整少人 人家一個軟的鏡 但他不就是 沒有沒有 因為 因為 你狗隻下去之後 然後 出了一隻農民 去蓋二礦 然後 那隻 農民蓋二礦 蓋完二礦之後 你還可以再押一隻農民 對 然後 多押那隻農民之後 再你狗隻好多 唉唷 對 阿所以他剛剛 沒有押那隻農民 所以 他現在整整 你看他不管怎樣都少 就是因為他少了一個軟 欸這個後蟲 優格的後蟲 有一點危險 那日本仇王的後蟲 哇 看起來也是偏危險 呃 但是其實 被包起來了 阿你不能讓他包起來阿 哇你直接送掉 送掉 而且 欸我覺得剛剛 其實日本仇王是有機會 把那個後蟲保住的 對啊 他如果往後去裡面鎖 對啊 像這樣 往後去裡面鎖 反倒是 鎖起來 欸 反倒是優格其實因為 他在前面 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直接被繞進來 然後後蟲爬去鎖 那個就沒什麼機會 卡在前波口就走不掉 那個那個真的是沒辦法 那這個樣子的話 欸 兩邊都在前面死了 後蟲跟狗 其實是差不多的啦 但是就影韻上來講 嗯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 反正現在主動 你說主動權在優格身上是 對對對 他狗出快好了 然後 日本仇王這邊 他的重胎有時候 鋪在跟人家不太一樣的地方 他重胎鋪在了 二礦外面 他說鋪在二礦的正中間 他沒有想要鋪這個斜坡嗎 他 不是 他理論上可以鋪外面一點 喔 太短了對不對 對對對 可以外面一點 因為外面一點不會倒到正直 嗯 我猜他是怕倒到正直 但是裡面算 而且優格這邊啼笑了 爆狗了 日本仇王送了一波狗喔 對 優格啼笑了 他要衝進去了 又要再衝一波 對對對 再衝一波 然後這邊日本仇王 日本仇王就 把那個口堵起來 跟上一場一樣 但是這一場其實堵得比較少 對 這邊狗 這一波其實有點難 因為 門口已經堵成這個樣子 他已經用三個精華式毒口了 所以優格已經 看到這個劍毒血之後 是直接把毒爆蟲的變形取消了 然後把自己的三塊開起來 然後現在就是先 優格現在家裡就是全力刷 嗯哼 一攻先提起來 然後俄本不用急 俄本的那個 農民刷滿之後 答案都沒有關係 OK 然後這對狗呢 就放在日本仇王的外面 對對對 不要讓他那麼輕易的出來 這日本仇王人也是很好 要是我那個 那一個進化式 就是多的那一個進化式 就一定會打不大 因為多一個 多浪費一把 所以你等下還要拆欸 你知道嗎 等下還要自己拆 這個 這個 日本仇王是不是要重動啊 他怎麼 一臉 寫著我要重動啊 真的嗎 有這種事情 我覺得很香 他這個 他這個 面相告訴我 但是他又在刷農啊 他怎麼又在刷農 哈哈 還在刷農啊 不是啊 他們蟑螂按那麼早幹嘛 他 是不是想要來個 surprise你 40農 別蟑螂那一波 但是他這個 對阿 他蟑螂刷那麼早 他是完全不知道對面要幹嘛 他的順序也不對阿 他應該是先 他應該是先把農 按把 然後再來刷這波蟑螂推出去吧 對啊 而且他的王蟲一直也沒有看到後面 在截狗 所以這個蟑螂 而且他還按不少 還在忙打 他開始爆蟑螂了 41農 他優格也在爆蟑螂 對啊優格看到你蟑螂出來 他其實也在家裡面爆蟑螂 而且 其實 日本話他蟑螂也是敢吃 優格這個狗一直掛在外面就好 喔優格有點抖喔 在那邊插兩個力士 其實他農民也沒有刷很多 他應該也不用那麼抖 因為他不知道到底對面挺起的 也是啦 他不知道對面到底沒有 照理來說 如果對面一開始都挺濃的話 這樣的數量其實也蠻可觀的 但是剛好日本什麼沒有挺濃阿 他就長得很奇怪阿 就是他打得很奇怪 所以優格現在也很怕 優格就是買點問號 所以你現在到底長什麼樣 喔這邊先爆一波蟑螂 可以喔 爆一點 欸為什麼 他覺得接觸面積不夠廣 他就想算了 後面還有欸 喔來這一波你進來 進來 進來就別走 進來就別走 先吃一點 先吃一點 來 來 交戰 可以喔 這個上個數量 目前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優格 那個 他的一攻也是好的 所以他現在其實 如果單椅在家裡交戰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這樣 在第一波的 正面交火之下 優格是取了一個 呃 比較小幅度的領先喔 那這個 這個日本蟑螂 現在在一升 這個絕地轉 阿他沒有提盾地耶 對啊他沒有提盾地 然後是 我跟你講 等下就會發現一件事 他絕地打提好 之後發現 怎麼蟑螂不能盾地 哈哈哈哈 他就是一個 廢物科技 你知道嗎 真的是一個廢物科技 欸優格這邊提速還沒好喔 會不會有點 急躁一點 甩一下甩一下 來 後面蟑螂巨接上來 來 兩邊上的數量 25比19 優格後面張了很多 優格後面張了很多 對 直接的比日本蟑螂還要多 而且他陣型 優格陣型這邊陣型很高 彈得不錯 不錯 來再多快點 直接上來 包起來包起來 有一隻在後面做包夾 可以 可以喔 這一波感覺可以直接把日本蟑螂打傷 對 這邊應該頂穿了 因為外面這一波會先被吃掉 雖然剛剛看起來人口差不多 但是現在比較頂穿 哇 Nice 優格是 呃 比較輕鬆喔 最後是以2比0 順利也挺進到了 64強 對日本叢望的比賽上 入賣